阿彌陀佛 陳會長 諸位 會長、理事、幹部 大家下午吉祥 阿彌陀佛 對不起 我的眼睛從這邊看過來 還有我們尊敬的 近來法師好 所以我們修行啊 要修禪定 你看一上台來就定不住 這個就出了差錯了 好 那看到大家 真的是很歡喜 我常跟同學們提到啊 我們這一生遇到老和尚啊 是我們這一生成佛的機緣成熟了 大家認懂我這一句話嗎 在法華經當中有說 善知識者啊 善知識者啊 是大因緣 所謂化道令得見佛 在我們學佛的因緣當中啊 善知識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大因緣 在因緣當中最關鍵的 我們能依止 阿那問世佛及中心說的 民師受戒 我們能依止老和尚的教誨 我們這一生能夠啊 有所成就 因為往生啊 就是做佛了 這個是當生成就的法門 那我們 那我們 又有機會啊 可以鴻滑正法 這個都是很稀有的因緣 那剛剛 陳會長有提到 我們老會長 陳德稱 我們老會長 叫方長老 因為 我們俗話有說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那我們整個盡忠呢 也是一個大家庭 所以 我們這一些長老 他們積累了很厚的 弘法 弧法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能夠傳承呢 對我們 後繼的 這些弘弧人才啊 那會少走很多的彎路 我們盡忠的 這個聚會 聯誼會啊 陳德參加過不少次了 現在看下去有很多 我們很熟悉的同修 我剛參加的時候啊 是三十出頭 現在參加 那時候參加覺得 看下去呢 我是最 差不多是 最小的了 那今天仗上來啊 感覺有一些 比我小小了 代表啊 這個時光啊 過得非常快了 所以 為什麼這個長老 他思考到啊 一定要辦這個 護法的培訓 弘法的培訓 我們世間也常常聽到 不孝有三啊 無厚為大 所以我們培養 這樣 年輕的鴻豐人才啊 應該也是我們 每一個靜中學會的責任 我記得 老婆上九十歲 當時候是創辦了 英國漢學院 那老人家獎金的時候啊 說到了 他現在求的 沒有別的 就是啊 就是啊 有發大菩提心 來鴻富 正法的年輕人 所以才辦 學啊 好好來 培養 真正有發心的年輕人 所以我們 在學會當中啊 假如有發現 發心的年輕人啊 我們要好好啊 啊 來 護念他們 那 當 2022年 老人家七月 圓集啊 那長老就 很重視啊 這些鴻豁的培養了 所以在那一年 十二月份 聯誼會 就定下來啊 希望能夠每一年 都有護法的培訓 紅法的培訓 所以 因緣呢 不容易 都是有 這些長者的 遠見 我們才能夠啊 聚在一起 包含這個地方啊 也不容易 這個環境啊 大家覺得好不好 很好 這個環境呢 起初啊 有護法 捐這個地方 那辦手續啊 辦了很久啊 都辦不下來 後來 好像我們長老 跟一些當時候的幹部啊 去見老和尚 禀報啦 這個辦手續啊 那麼多年都下不來啊 可不可以呢 我們把它賣掉啊 那也可以拿來做 紅法的 這個 資金嘛 當時候呢 老和尚 說到了 這個禪宗啊 這個禪宗啊 傳到第六代 等了六代人啊 才開始發揚光大 你們怎麼一代人都等不了啊 那長老他們一聽 老上的意思是 這個地方不能賣 後來啊 後來啊 好不容易啊 這個手續有批下來了 那在2002年的時候 剛好在這裡啊 辦全國聯誼會 當時候 陳德的了解啊 好像接近呢 老和尚的生日 那有護法啊 就想幫老和尚辦慶生 老和尚呢 老和尚呢 沒有去應這個慶生的緣 結果可能是打聽到 我們馬來西亞有全國聯誼會啊 老和尚為諸樹類做不請之友啊 自己來到會場 自己來到會場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當時候 這些會長 幹部們的 心情怎麼樣 就非常 這個喜出望外 我們這個馬來西亞同修啊 都被客氣了 都覺得 哎呀 我敢請到老和尚 結果 老和尚親自來了 我為什麼知道呢 是長老講給我聽的 因為2002年 那個時候 這個陳德還在教書 還在小學教書 結果那一次老和尚來了呢 一開頭 因為後來啊 我有看那個錄像 老和尚一開頭就說了 這個地方啊 風水很好 我們中國人說的 風水很好 可能往後啊 東南亞的佛法 從這裡開始復興啊 你們 不常聽老和尚講這樣的話吧 老和尚一般 講話還是比較含蓄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關鍵的時候啊 可能也在給我們一個信心 給我們一個使命 所以我們 共聚一堂啊 很可能我們是很有使命啊 要把佛法 不只洪傳在馬來西亞 還要洪傳到世界各地去 在佛經當中有提到 很多佛弟子啊 因為看到佛法 因為我們已經在末法了 末法的第二個一千年了 因為看法弱了 摔了 而發起菩提心 因為不忍聖教摔啊 不忍眾生苦 我們遇到禁足法門了 我們都要當身成就 佛門說的 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了 不受後有就是不去投胎了 而這個法門 在無量壽經當中 有點出來 上輩 中輩 下輩 往生 共同的八個字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所以發菩提心是前提喔 那 諸位 承擔起啊 我們淨土的鴻滬啊 大家覺得有沒有壓力啊 有沒有壓力 我們今天關起門來 什麼都可以談 我們 我們 剛剛陳德已經說了 我一開始來參加的時候啊 我好像是最小的 是屬於這個最年輕的 現在已經過了中秋了 老話上說秋天是四十歲到六十歲 我過了五十就過了中秋了 但是我們還有這麼多長老級的 他們有很寶貴的經驗呢 可以互念我們 所以大家不要有壓力 也不要客氣是吧 甚至於呢 甚至於呢 這個三天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一個什麼 結束 我們各個敬中學會 我們可以組一個群嘛 每一個敬中學會 每一個團隊 大家有一個代表 大家有一個代表 加進來就好了 不然這個群也太大了 是吧 假如是每一個 敬中團隊的代表啊 那應該差不多二三十個 是吧 那這個群就不會太大了 我們團體當中 有哪些鴻豐的問題 也可以沉上來 我們這些長老 會長們 他們有豐富的經驗 可以來互念 老和尚有教導啊 我們敬中團隊是 各自獨立 大家知道還有下一句嗎 你們不知道下一句啊 難怪你們壓力大 各自獨立又互相支援啊 不然 比方說你印一本書 也沒有互相通通氣啊 結果十個敬中學會都印這一本 到時候被人家拿到那個資源回收去 怎麼辦啊 叫互相支援 我們處在墨法 偶一大師啊 有教導 敬社名 敬社是社團 這個就代表是 指導我們敬中團體 明 座右明的明啊 等於是敬中團體啊 最要掌握的是個綱領 綱舉 目就髒了 我 我的性格啊 是比較容易緊張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容易緊張的人呢 都比較苗條 因為你一緊張啊 你這個腸胃就有反應了 你的吸收就不好 好 好 那這個我們陳會長 他不是緊張 他是日理萬機 他跟我不一樣 不然有人都被我拖累下去了 那這個 大家修行喔 我們說 要改性格 所以緊張的性格啊 也要改的不緊張 不要自己製造緊張 比方說 我們能掌握綱領了 綱舉目張了 不要緊張 比方說 老話上有講啊 講經的人 沒有靈感啊 背課沒有靈感 怎麼辦 去拜佛 大家聽過吧 你有用上嗎 聽了要用喔 你才會感覺 真管用喔 承得自己 比方說也處理一些事情 我是屬牛的喔 比較壞命啊 屬牛的是做牛的拖 做人的拖 我又是人 又是屬牛啊 來拖拖 那人要認命 是吧 我遇到很多戶啊 是屬馬的 包含我媽媽也屬馬 我跟他們共勉 我們做牛做馬 同生極樂啊 為眾生做牛做馬 很值得啊 好 好 好 那 這個 好 我們 這個認識自己的性格 好 然後要去 調服 好 這個老話上說 修行叫知過改過 好 知道自己個性上啊 有哪些偏的地方 把它修正過來 有佛法 就有辦法 老和尚的經教啊 很好用啊 陳德 算是有一點小幸運 好 因為呢 在台灣啊 這個電視 弘法 算蠻發達的 欸 打開電視啊 就有機會看到法師弘法 好 那陳德當時候呢 是先接觸了老儿上的錄音帶 來 我當時候是因為去做教育訓練 本來想說 欸 這些課程是不是可以幫人解決問題 當時的社會啊 這個都快三十年前了 個人身心家庭事業都有很多挑戰 結果 辦那些課程 欸 我也很 很積極 所以也做了Top Sales 那 結果 當時啊 比方說這 27年前的課程啊 三天多少錢呢 五萬五 台幣 三天喔 你們換算一下 當時候的馬幣是差不多多少 七千塊錢 那 算完了 結果 他刷卡來付錢 他還要每個月要還 他的問題沒解決 我就感覺說 哇 賺這個錢有點不忍心啊 我們是希望解決他的問題 結果沒解決 還增加了他 每個月要付信用卡的問題啦 有點賺不下去了 人生都會遇到啊 義跟利的抉擇 你是要選擇守住 初心守住 這個道義 還是你選擇了 自己的利益了 這個感恩啊 自己俗家父母啊 對自己的教育 他們從來不坑我們彈力的 包含他們上一輩的表演 比方說我父親是長子 爺爺奶奶有什麼情況 都是他去處理好了 錢方面他都處理好了 他不會跟弟弟妹妹說 你們也要出錢喔 這個話講不出來 都是我的叔叔姑姑 事後 了解到這個情況啦 然後說大哥不可以這樣啦 我們也要盡點心啊 所以 因為有這個家庭教育啊 所以會影響我們整個人生的抉擇 我記得當時候我讀初中高中啊 我的同學都很喜歡跟我出去吃飯 因為啊 我不好意思請他們拿錢出來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去跟我吃飯 因為都是我出錢 不過也沒吃虧 現在學佛了 當作修布施 現在才有因緣到彌陀春來 福地福人居啊 山清水秀的地方要有福報才能待啊 所以當時候是因為這個 覺得世間人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很苦 堅持了這一份意 我的出發心不是為了做top sales賺很多錢 是為了解決問題 我當時候一個同事啊 就把老兒章的錄音帶啊 而且他當初有一句話說啦 這個是一個大陸的法師 我就落了這個印象說 喔是大陸的啦 其實那時候老兒章在台灣 一九九八年啊 還有在台灣啊 等我回過神來啊 老兒章到新加坡去 喔 那就從那一刻開始 欲罷不能 只要有時間啊 就聽老兒章講經了 吃飯啊 開車啊 真的是出發心很勇猛喔 勿死一秒鐘空過 那個時間要掌握住 那剛好 訓習了五年啊 有一個機緣 就到海口去啊 推展傳統文化 那去了之後啊 會遇到很多大眾 他會發問問題 他一問問題啊 很自然的 我們就想起 老和尚教了什麼 這個是長期勳修 老和尚教會的好處啊 你真正遇到問題了 這些教會會很自然提起來 喔 所以我們護法啊 也要多聽經喔 所以 大家不要緊張喔 只要好好聽老和尚講經 好 你就可以兵來降黨 你們配合一下嘛 誰來推 好 我們在末世 末法時期護法 確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我們知道呢 緊張跟擔憂是 煩惱 於事無補 我們要建立一個 非常 這個積極的 一個態度 就是臨位成功 找方法 不為失敗 找藉口 我們去解決問題 其實這也是老和尚的身教 給我們的表演 老和尚為什麼在家鄉辦 教育中心 因為他把老祖宗這麼好的教會 介紹到全世界 希望幫助全世界 結果專家學者說 這個是理想 做不到 老和尚說給他當頭一棒 但是老和尚 但是老和尚並沒有氣餒 他感覺到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信心危機 我感覺老和尚給我們表演了一個 煩惱 即菩提 轉煩惱為菩提 密中有一個詞 叫隨事菩提心 隨我們遇到的事 發起菩提心 這個黃念祖老居士 是一代大德 他有講到這個菩提心有順理菩提心 有隨事菩提心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去實踐 煩惱真的可以轉成菩提 我們這三天 我們一起來轉轉看 你這一陣子 最煩惱的那件事 提出來 你假如比較害羞呢 可以用寫的 但是寫完之後 最後面不用落款 你不要緊張到寫了名字 最後我也幫你唸出來 然後你又害羞了 都有方法 不要緊張 好 這樣才達到啊 大家互相切磋 琢磨的一個效果出來了 好 那我們看腦袋上表演 盡心盡力參加了快十次 聯合國會議 結果是冷水焦頭 說是理想做不到 人可以氣餒可以灰心 也可以自立自強啊 所以老話上說 我發現了 最大的危機是信心 跟佛門講的 信為道源 功德母 信心保持住了 我們遇一切人事物 會增長善根 喔 會增長功德喔 可是一懷疑了 煩惱馬上就現前了 老話上說 懷疑 是愚痴的核心喔 一愚痴就煩惱了 可是 最核心的愚痴是懷疑 我們淨土 忠啊 三之良 信擺第一喔 信願喜 三之良 所以我們真的要相信啊 有佛法就有辦法 沒有問題不能解決 是 本師釋迦牟利佛是徹底覺悟的 聖者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那老阿尚在當下 他感覺到 最大的危機是信心 那怎麼辦呢 一定要做實驗給世間人看 這個是 一直在想辦法 去克服困難 我們進中學人遇到任何事情 要記得效法阿彌陀佛 老阿尚阿彌陀佛介紹給我們 我給大家介紹老師 我當初剛學我的時候印象很深 我給大家介紹老師 老阿尚說阿彌陀佛 光宗極尊 佛宗之王 所以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要記得阿彌陀佛教的 縱使身子諸苦衷 如是運行 永不退 不退出發心 然後就像老阿尚說的 今天講經沒靈感了 拜佛求佛菩薩加持 我們在護法的時候遇到困難 能不能求佛菩薩加持 可以啊 大家聽經不要聽執著了 那個老阿尚講的是 講經背課沒靈感 老阿尚又沒有說 護法工作處理有困難 可以求阿彌陀佛加持 學東西我們要舉一 反三 阿彌陀佛的加持 諸佛如來的加持是平等的 大家相信嗎 相信那個加持力就到了 大家現在在我面前說相信 可能回去之後就不一定了 所以要記住我們現在在探討的重點 因為我認識一個長者 這個都算應該有25年前 他有一次就跟我說 阿彌陀佛比較疼你啊 我馬上很嚴肅的對他講 我說你講這句話要墮阿彌陀佛啊 他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說因為你這句話是 烏魯阿彌陀佛啊 烏魯阿彌陀佛要不要下阿彌陀佛 是啊 你看我們有沒有真正相信佛菩薩 十方如來 年念眾生 如母一子啊 我們相信嗎 釋迦牟陀佛在無量壽經說 我愛如等 甚於父母念子啊 是平等的慈悲 平等的加持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還是有差異呢 因為每個人的信心程度不一樣 你越相信那個加持越強 不要把責任推到阿彌陀佛 去說阿彌陀佛偏心 要拉回來 所以所有的問題都沒有出在佛菩薩 也沒有出在經典 出在我們啊 可能起了分別執著 我們自己啊 我們自己啊 沒有觀察到 我們自己啊沒有觀察到 那 陳德 陳德 紀德 老婆上有提到 李秉然老師教給他最重要的四個字 三個老師都教給他最重要的一句 我們複習一下 第一 方東美教授 教給老婆上什麼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們把這一句話再延伸一下 在靜中學會啊 當護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哇 我看大家的表情沒有人認同 我這樣延伸在邏輯上應該通吧 那我得要再加一句話 只要心中有老和尚的經教 那在靜中學會 當護法 學佛當護法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大家認可嗎 因為我舉老和尚啊 曾經講過兩次的教會 叫望靜還元觀 那是顯守國師 總結整部華元經 老和尚比喻啊 是顯守國師的 學佛畢業論文 他畢業了 寫出來的論文 諸位同修 我們師父上人 他專攻哪一部大神經 他整個幾十年過來 專攻哪一部大家知道嗎 專攻華元經 是吧 專攻華元 無量壽經是中本華元 老和尚因為研究了幾十年了 最後從哪裡入無量壽經 啊 入淨土的 從十大願望 到歸極樂 老和尚說他最佩服的 文殊普賢 結果一看 他們都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所以整個教理啊 所以整個教理啊 老和尚是專攻華元 華元是世事無礙的法界 所以當我們在工作當中 能把老和尚是世事無礙的 能把老和尚的教誨用上 是世事無礙的 就像我們現在 這個六合殿 上面就有老和尚的法語了 處逆境 隨惡元 無稱惠 業障盡消 隨順境 處善元 無貪吃 浮惠全獻 那這個是不是世事無礙 是不是順逆皆家境 惡善賢良元 是不是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所有的人事 都是來幫我消業障 幫我提升福慧的 都是來成就自己的 那怎麼會有壞事呢 你看老和尚這一句用上了 我們就過上人生最高的享受了 所以當我們在 在做護法工作的時候 只要覺得 心上 摺摺 心瓜頭 沒什麼輕鬆 沒有輕鬆的時候 要告訴自己 法我沒有用上 趕快 提起老和尚的經教 理得 心就會安 那 望靜還原觀當中 顯一體 起二用 自性清淨原明體 那是認識自己本有的真心 三種周遍 菩薩釋德 五指六關 指 指是放下 關是看破 修指關 其中談最多的菩薩釋德 就是教我們怎麼行菩薩道 怎麼待人處事啊 這四個原則 就能處理一切事了 比方說大家現在有哪件事不好處理啊 我們用這四德來處理看看 一起來探討 你看第一德 隨緣妙用 無方德 隨任何一個淨緣 妙用 善用每一個緣 可以自受用 自己在這裡提升 所有參與的人 你自己有把 佛法用上去了 他們看到了 他們都有所啟示 這是他受用 所以沒有壞事喔 我們今天鏡中遇到了哪一件事 我們都用對了心 有把法用出來 老婆上說的 學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我們有用真心了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那自他都在這個因緣當中 提升了 學如逆水行舟 不靜則退 我們不是在一件事當中提升 很可能就在這件事當中 增加了煩惱喔 沒有停在那裡不動的喔 所以法我們要越用越純熟喔 不用的話 他會越用越不用 越來越提不起來了 好 那剛剛 我們 陳會長 也有強調到 我們是靜中學會啊 所以我們要弘揚靜土中 要民府起始啊 尤其我們已經進入末法 第二個一千年了 大吉經說到了 末法一億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啊 靠智力要出輪迴 幾乎很難啊 只有依念佛法們呢 得度生死了 當來一切寒靈 皆依此法 何得度托啊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 我們遇到靜中 遇到老和尚了 我們手上有幫助眾生 了脫生死輪迴的法寶 要為眾開法障喔 廣世功德寶啊 那靜土中 我們怎麼 信其教 解其禮 華元金講信解行政 我們信其教 這一本呢 靜中同修 修行所責 我們打開來 稍微看一下 一開始老和尚就指導我們了 所以大家注意 我們有阿彌陀佛做後盾 諸佛菩薩做後盾 你看阿彌陀經說了 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還有老和尚已經回其樂世界了 他老人家已經錄 法身了 什麼是法身啊 一切法都是我的身 所以老和尚在哪裡 你們怎麼無辜的看著我 靜修節要說一心觀禮 這個清淨法身 騙一切處 無生無滅 無去無來 騙一切處 黃念老說的三種根本 一個是事業的根本 是護法 所以護法功德大過紅法 有好的護法 紅法的人才能發揮啊 第二是成就的根本 是本尊 我們念阿彌陀佛 成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本尊 第三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喪失 密宗稱喪失 那我們是漢傳佛法 就是我們醫子的老師 那老和尚是我們醫子的老師 我們不忘他的教誨 我們一提起他的教誨 他的加持就到了 所以我們翻開這一本 這是老和尚在1997年12月 這個是27年前 他老人家為我們盡忠同修 立的修行守則 一開始就談到教 依什麼 我們信什麼 信五經一論的教誨 我們是淨土宗嘛 而且專一無量壽經 下老的匯集本 這個是一個善本 因為有五種原意本 我們感恩下老 花了十年的功夫 匯集這麼好的匯集本 還有佛說阿彌陀經 偶義大師的要解 祖師都是大智慧大慈悲的聖者 甚至都是再來的 我們肯聽他們的話 他們加持也到了 所以跟大家剛剛有提到 偶義大師的靜色明四條 第一呢 淨土為歸 歸宿喔 我們不能走著走著 跟歸宿的方向不一樣喔 第二 持戒為本 戒為無上菩提本 大家來參與這個課程 我們是培訓課 陳德最近也剛培訓回來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上面這個你們看不出來 我們出家人也要接受專業培訓 我們進中學會洪護人才 也要有專業培訓 三字經說 人不學也不知意 禮記學記說 人不學也不知道 學佛要當個明白人 不能糊裡糊塗去做事情喔 諸位同修 你們曾經有沒有去接受過 當丈夫當爸爸的培訓 你們有沒有曾經接受過 當太太跟媽媽的培訓 哇 你們 你們的那個 膽很大 你們膽很大喔 沒有培訓就 把它吹下去了 就把它 就勇敢去做了 所以有一些宗教啊 他們很可貴的地方喔 他們都辦那個婚前的培訓喔 你說 這個 什麼事情都有十節因緣啊 那個十節因緣過去了 你後面要來補啊 不好補啦 你看我們老祖宗就知道 人學習的一個自然規律 小的時候記憶力特別好 等你過了那個時候啊 你要再來 把這些經典都背起來喔 很辛苦耶 這個就是十節因緣掌握出來 包含 諸位 同修你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十節因緣 你這個十節因緣不講啊 可能隔天講就造成誤會啦 那有沒有十節因緣 有啊 所以我們要敏銳喔 那 像我們出家 出家要受比丘戒 那個就是 也是一個 十節因緣 教導我們 怎麼做出家人 過出家的生活 怎麼 畢竟是住室三寶 你怎麼做榜樣啊 你要嚴格要求自己啊 有兩百五十條界啊 喔 所以這個 甚於死 認知清楚了 再來 扮演這個角色 喔 跟比方說結了婚之後啦 已經鬧得不可開交了 你說那個時候還有心情學嗎 那個時候只有什麼 只有都是對方不對 就不好去上課了 好 你看還有普賢心願品 清涼舒操 靜忠祖師語錄 印光大師文操 好 那解其禮 我們解整個五經一論之禮啊 你看老和尚有列出來 這些 經教當中啊 很重要我們要依止的禮 行 依什麼呢 這整個行門的綱領啊 老和尚幫我們抓出來 這是我們的福報喔 不然在大藏經 好如淹海 你怎麼去抓 綱領不容易抓 老和尚是大智慧抓出來 三福六合三學六度 普賢十願 那 正其果 我們要正這個 信解行正 我們依照這些教會去奉行了 我們有所 這個體正 有所成果 這個是後面講的 要實見是好 存好心說好話 行好事做好人 成就自身 莊嚴重行 鬼犯俱足 效法華言五三善有 視作世間眾生家庭工作 社團之好模範 和睦各個族群 宗教文化 存益求同 共存共榮 安定社會 從得新人 互助合作 人皆均富樂利 幸福美滿 勸欲策進 世界永久和平 深信因果 信願念佛 求生淨土 共諸上善同會 彌陀一乘怨 我們求這個結果 我們在 兩年前的全國聯誼會 我們 方長老 有列出了 導師的心願 其實就是跟果球 完全相應的 因為我們是弘揚敬祖宗 而且是敬宗學會 是以教學為主 不能敬宗學會 變成以放生為主 或者以法會為主 或者以養生為主 那這個就有點偏了 我們是以什麼為主 這個不能偏廢掉了 而我們依子老而上的教誨 進土中要正住雙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斷惡修善 基功雷德 敦倫敬分 這個都是基功雷德 我們要敬什麼本分 家庭的本分 團體的本分 佛弟子的本分 還有地球人的本分 要不要敬 而在敬本分當中 就是基功雷德 就是住修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 老而上 舊式的理念 這個都是我們 基功雷德的重點 都在這裡 因為老而上的智慧 都是看到根本問題在哪 要救根本 那我們這幾天 大家再一起來探討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 我一開始是先把這個 這個時鐘先拿過來 因為我很怕我一直 看到 諸位法師同兄們 俗話說 人逢吃己 下一句 人逢吃己話講不完 下一句別講了 因為那個五戒是不飲酒 我就是怕有 一下子 止不住話了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好 最後還是補充一句 我們有老和尚的法身設立 後盾 所以 向前走 什麼都不怕 因為我們就要聽老和尚的教會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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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